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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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早餐买回来了 先放那儿吧 晾晾 天热 晾凉了再吃 我说二哥 你说吕万才他们家那坟头上是不是长得真好的呀 那你这话是啥意思啊 你说啥意思呀 要是没有他 我早就是特务团的团长嘛 前一阵犯了错 手掌把他扁成了驴官 让我带着特务团进行常规训练 那我训练了半天 还一打起仗来 他又回来了 仗打完了吧 弄他们个特前小队来上海 还接这个枪械师 又是他当头 我就是他的副属 我就是老二 你说我点怎么这么背 二哥呀 你点是腿背 你说咱们这特严小队 就刘小婉这么一丑了 插过来插过去 还偏偏又插在吕万才这堆牛粪上 现在 他肯定跟刘小婉俩俩人醒了 躺在床上 抱着一起 拥过来抱着去 拥过来抱着去 还乃叫美呀 这日子过得比神隐还快乐的 俩是抱着 你哪儿肥呀你 你在打我你 张德宝 团团团团长 你说你昨天刚结婚呢 今天一早就来了你 听你刚才那话 对我有非常多的不满 卢牙在这里我不来能放心吗 再说了 我是因为什么原因和小婉结的婚 你是知道的 知道知道 团长 你这事吧 不管是真系假做还是假系真做 他生米都做成熟饭了 他俩人在床上谁说得清楚 你 张德宝到 你混蛋 小屁呀你 团长进来了 你你你怎么不搞我一事 我谁怎样能告诉你呢 那团长不让说呀 二哥 你是腿背 但是你说那个话吧 特别有道理 人家 天志方 你个混蛋 不带 不带 老是这什么事 那也是不吃不吃我吃 乔丰姐 杰森先生 这么巧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吕哥有点头疼 我来帮他取点药 他现在怎么样 没事放心吧 好多了 你们没事吧 我们准备生孩子 来做一个肠腿检查 真的啊 那太好了 行了 车张 我们先回去吧 再见车张姐 再见 再见 来 走 再住 杰森 我突然想起一些事情了 要跟小婉说 要不然你先回去 行 那我先回去了 小婉 秋长姐 你怎么还没走呢 我在等你 有什么事吗 你跟万才结婚 我也没什么礼物送给你 这个 我的一点心意 不行不行 秋长姐 这个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再者说 我们结婚的时候 杰三先生不是送了我们好多礼物吗 这个我不能收 他是他 我是我 这个桌子 我希望你收下 秋长姐 您的这份心意 我和万才心领了 这个我真的不能收 小婉 其实这个桌子 是万才的妈妈留给他儿媳妇的 你现在是他的妻子 我跟他以前的事情你是知道的 我们现在是不可能了 所以这个桌子 应该属于你 所以这个桌子应该属于你 我希望你们能够幸福 谢谢你 秋长姐 秋长姐 祝你幸福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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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快 叽啦 我 gid到 越来越 Vir重了 能够无限的 你只会在这里 你只会在哪里 我还在哪里 我还在哪里 你只会在哪里 你只会在哪里 你整 there 你无人 我还在哪里 我还在哪里 你只是在哪里 我 我做噩梦了 结婚第二天 你做梦就喊别的女人的名字 过分了点吧 这个桌子 怎么会在你这里啊 从哪儿来的 我问你呢 你怎么能带她呢 你弄疼我了 我怎么不能带她 我是你名为郑娶的媳妇 我知道 在你的心里 你一直爱着邱长姐 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她 这次到上海来 你们好不容易又重逢 可她却成了别人的妻子 你心里难受 我理解 我也体谅 可是吴哥 这么多年我对你的心 你是知道的 过去的事情总要过去 你总要开始新的生活 不是吗 嗯 我知道 我说什么都是没用的 如果你那么爱邱长姐 我告诉你 你还有机会 什么意思 我在盛天使医院看见她了 她带杰森去看病 那又怎么了 她带杰森去看那南科 具体情况 你自己打听去吗 我知道 这镯子 是你妈妈留给未来儿媳妇的 还给你了 我给你了 有什么事儿吗 没什么事儿 就是看你在这儿忙了一整天了 想劝你歇会儿 谢谢啊 实验数据这么大 也不在乎这一块儿 来 坐下歇会儿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你讲故事给我听 你会讲故事吗 好听吗 我要讲的是个姐弟俩的故事 你这个故事要跟我有关系 我劝你最后别讲 那你就当我讲别人的故事 对不起 我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 路亚 你真的了解你一切吗 你知道他为什么嫁给杰森吗 你要是拿什么钱去上了大学 拿什么钱去国外留学的 你以为你父母 真的留了一笔钱给你吗 我告诉你 他嫁给杰森 那个杰森不是个男人 他做这一切完全是为了你 你 起来 再来 不行了 大哥 过来了 过来了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 路亚 你是个聪明人 你应该能辩命事情的真假 但他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那个时候你还小 他担心你知道真相 就会放弃学艺 这就是你姐姐 他为了你 能吃任何苦 能结束任何委屈 只要弟弟开心 路亚 好好想一想 我相信你知道 该怎么做 怎么做 北京 你还要行 我还要你 知道吧 我不可能 得把我监察 还现在 我已经没有了 得到厉害 不得了 你要还要 反正 我可是你还没有 当初装修就是为了 躲爆牙红的逼宫吗 应该很快 你昨天送你嫂子的时候 有没有人跟送你 有 不过呀 没有以前那么紧了 大哥 你说这小日本是为了什么 我那个小舅子路牙 不知道有什么本事 让日本人如左沉沾 你先除之而后快 不过这个路牙呀 也算有本事 小日本这么找他 居然连影子都没摸到 你说共产党把他藏哪儿去了 不过大哥呀 你也不用太担心了 你发现了吗 嫂子这两天的心情特别好 说不定了 路牙已经被送出上海 没有危险了 是吧 有些话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说你 但是 我知道你为什么 要去做舞女 也知道所谓的助学基金的事 还有你为什么嫁给杰森 这么多年 让你收委屈了 姐 你见我姐 姐 姐教医生 姐 是你吗 真的是你吗 嗯 是我姐 我对不起你 你说什么呢 姐 姐 姐 这些奶奶让你受委屈了 真的 不 姐姐不委屈 再说 姐姐受点委屈算什么 只要你能好 爸爸妈妈在九泉之下 他们就会高兴 姐 姐 姐姐 我不会再惹你生气了 真的 真的 刚好 来 姐姐 已经是要跟你说 坐下 你 她 是吗 还不注意 我 走 我 我为什么不能跟淳子来往 就因为他是日本人吗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 他的父亲 是日本特务机关头目田中 这些我都知道 但是田中是田中 淳子是淳子 淳子她是一个善良的女孩 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 淳子才救过我的命 如果没有这个淳子 刘春生就不会死 朱重阳也不会疯 事情不是像你想的那样 当初那个急穿要找出谁是枪械尸 淳子给出错误答案是为了救我们 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谁也想象不到 爸爸妈妈没了 在这个世界上 你就我这么一个亲人了 我是你的姐姐 现在姐姐就跟你说不许你跟淳子来往 你能答应吗 那你能离得开你心爱的人吗 反正我就这么决定了 为什么呀 没那么多为什么 反正姐姐决定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老赵 来了 你找我什么事 我找你来 是想了解一下邱章的事情 你是想知道邱章是怎么加入组织的是吗 对 邱章的父亲和我是朋友 非常好的朋友 也知道我的身份 他们夫妻两个被日本特务暗杀以后 我花了很大的力气 去找邱章和他的弟弟路牙 来 当时我正好奉命组建上海组织 就习受他加入了 那你怎么能让邱章嫁给杰森呢 不不不不 这不是我能控制的 因为当我再见到 邱章的时候 他已经是杰森太太了 那你知不知道 他和杰森只有夫妻之名 没有夫妻之实呢 门才 我知道你和邱章的感情 但我希望你能控制 我不希望你们两个 因为邱章的缘故 闹出什么矛盾来 明白吗 你放心 这一代政治觉悟 我还是有的 对了 老赵 既然你这么了解 杰森和邱章的关系 那邱章的父母 又是谁杀的呢 就是日本派遣军 上海的特务机馆长田忠 你说的 是路亚的那个同学 淳子的父亲 没错 就是他 这个家伙 在九一八之前 就潜伏在中国 他伪装成进步人士 还和邱章的父母 交上了朋友 等到日本人完全占领东北之后 邱章的父亲 在报纸上写文章痛斥日本人 被他们看成了眼中睛肉中刺 所以 日本人就要除掉他们杀一敬拜 让宪兵队派人 暗杀了他们夫妻两个 这么多年过去了 现在追捕路亚的还是这个天忠 事情的发展 真的令人难以置信 路亚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 如果路亚知道了真相 她的心里会受到多大的打击 不能告诉她 至少 现在我们不能告诉她 原来姐姐阻止我和春子交往 并不是因为春子是日本人 而是因为春子的父亲 是我的杀父仇人 那是 洛杨 鹿衙 你这是怎么了 陈子 我一直期盼着咱们这次见面 我也无时无刻不再想你 但就在昨天 我只能想你 我知道了一件事情的真相 我今天来是告诉你 我不能履行我的诺言 咱们俩没法在一起 鹿衙 发生什么事了 你想知道吗 回去问你的父亲你就知道了 我父亲 他做了什么 他杀了我的父母 他是我的杀父仇人你知道吗 不可能 我父亲不可能杀害你的父母 这些你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 他们以前是很好的朋友 就是因为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你的父亲才出卖了他们 不 不可能 你一定是弄错了 我这就回去问他 回去问还有什么用 人都死了 臣子 对不起 我今天来 就是要血债血长 你 既然你认定了我父亲杀害了你父母 那你就杀了我 让我替父亲偿还罪恶 好啊 那我就让田中也尝一尝 失去亲人那滋味 来吧 来吧 能够死在自己爱人的手上 替父亲偿还罪恶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你去哪儿了 你知不知道我到处找你啊 去哪儿了 我去哪儿怎么了 我不能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吗 你就是不行 你就是在家里不行 我出去不行吗 我告诉你 你就是不能一个人出去 太危险了你知不知道 你以为你的生命 是你自己的 是国家的 我没有那么高的荣誉感 我不管你成不成人 在上海 你就得听我的命令 告诉我 是不是去见淳子了 控制不了自己 控制不了自己 你是不是听见 我跟老赵之间的谈话了 陆亚 你不可以将仇恨 发泄在淳子身上 这是上一代人的事情 不应该让淳子来承担 而且你自己说过 她是个善良的姑娘 不是吗 不要 我再说一遍 以后不要单独一个人出去了 太危险了 淳子 我没有教你进门先敲门吗 你这样鲁莽地闯进来 别人还以为田中家的女人 没有教养呢 父亲 你为什么背心弃义 出卖了陆亚的父母 你是不是在西方的学校 待得太久了 连最起码的尊敬都没有了 这是跟父亲在说话吗 父亲 请原谅淳子的无礼 但淳子想知道 你是不是像陆亚说的那样 出卖了他的父母 你见到陆亚了 他现在在哪儿 我没有见到他 就算见到了 我也不会告诉你 很好 我非常欣赏你的原则 就像陆亚的父母一样吗 陆亚的父母确实是一对 非常讲原则的人 但是他们的原则 已经触及了大日本帝国的底线 我没有害他们 倒是情况非常乱 我能做到的 就是如何把他们保护起来 那他们为什么会死 陆亚的父亲发表文章 攻击日本占领军 是那些激进的日本浪人干的 当我知道这些的时候 为是意外 父亲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那为什么你不去解释清楚 你把政治看得太简单了 如果我站出来解释 就会被扣上一顶 厌战通敌的帽子 为什么 在日本 所有军人的原则只有一个 那就是效忠天皇 没有 拿到 他 没有 他 没有 就是 真的 还没 有 你 陆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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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快点出来 出来 别怕我 陆阳 我在这里觉得自己很安全 我和淳子 是盛月汉大学的同学 他比我小两岁 我们是在数学竞赛上认识的 年纪最小的淳子 得了第一名 后来 我们就相爱了 谁能想到 他是我杀复仇里呢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 他 如果没有他 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继续 我真的不知道 我现在只觉得我的头特别疼 瞭得快炸 你出去吧 然后自己静一静 好 那我走了 想开点 给你的 这是 你忘了 今天是你的生日 这是我给你的生日礼物 真的忘了 喜欢吗 喜欢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口琴 你可要收好了 谢谢你 今天本集完 报告 进来 大佐客厦 您找我 没知了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昨天春子 给我讲了陆家的事 我怀疑 他肯定和这个路牙见了面 这个春子 喜欢谁不行 非要喜欢他 简直是我们田中家的耻辱 大佐客厦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 不 我们一定要小心 这样 你派几个得力的助手 叮嘱春子 发现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是 等一下 你是知道的 我 就这么一个女儿 请大佐客厦放心 属下有分寸 去吧 陆阳 陆阳 你家的那个枪 设计图 对 图纸 我们俩也看不明白 早就外国在这儿 我也看不懂 刚好眼睛 都快贴 贴板上 我都看不明白 去去去去 来来来来 这我们俩的老师 你跟我们俩上一课 来来 陆老师 你跟我们上一课 来来来 他跟我说说 你们这个枪的设计啥的 这个枪的设计 是针对游击战的特点 我没看出它有什么特点 还不如我那卡尔98K呢 单纯从远距离精度设计来讲 是不如你的卡尔98K 你看 我说得没错吧 我也没看出来 但是它是制使枪 体积小 重量轻便于携带 而且 设计的是三棱刺刀 藏在枪管的下面 使用的时候自动弹出 伸展的总长度 要比三八大杆长 那这么说 我跟小鬼子拼刺刀的时候 肯定是我先扎着它了 对 王教授在设计它的时候 就把它定位为 三八式步枪的克星 那 那它为啥叫马步枪呢 它的总长度 要比其他的步枪短十厘米 形似马枪 所以叫八一式马步枪 我是聚机手 你不会让我跟小鬼子 拼刺刀剑的 这不是我强项啊 我 我都携合那个炸弹 那手榴弹这个东西 你们两个人的意思是 我不用造这个枪啊 不不不不 我是这意思 我们不是那个女的 陆亚同志 咱俩商量个事儿吧 什么事儿 你在百忙之中 给我做一举机镜怎么样 有了这镜子 我保准小鬼子 有来无回 没问题啊 那你得先把我要的材料 弄到手 行 我在好的 你找一个大牢 我不吓了 写真 两个季生 설 股城 来 清词 我们 我要怎么知道 我们要 体练一点困难 快 下楼放动车 送淳子小姐去医院 你认为她怎么样 还好 你认为她怎么样 你认为她怎么样 身体上没什么大碍 不过指望着可怜的姑娘 在情感上恢复正常 恐怕还要等些日子 这真是田中家的耻辱 大作客下 淳子小姐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她重情重义 她也不知道路亚是共产党的枪械事 总这样下去 也不是办法 对不起 是我没有保护好淳子小姐 不 她早晚得过这关的 有道是长筒不如短痛 现在只要早点抓到路亚 小姐才会早点断了这个念想 看来 强械式的案子得抓紧了 好 好 电文 商队已上海安身 店铺已经盘下 正在装修 不日即可开账 但买家要核实一下货品 请家里做好准备 好 好 把设备收好 这几天情况怎么样 还好 挺平静的 但是就是太平静了 我反而有点担心 上一次集穿吃了大亏 可能是一时还难以恢复吧 我们的对手 不管是田中还是集穿 都不是平庸之辈 对 我觉得危险 会在平静中 悄然逼近 要不 还是让小婉和我在一起 我正有此意 今天把大家找来 主要是想商量一件事 就是解决 上海枪劫师营救特签小组的后勤保障问题 王部长 您这话我就有点不大明白了 那我们总不能把吃的喝的 都送到上海去吧 我说的后勤保障不是这个意思 是我们应该想办法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大家都清楚啊 他们是以什么身份进入上海的呀 禁随军 万一上海方面 派人和禁随军联系 确认他们身份的话 那岂不是暴露了吗 王部长 那您的意思是 现在的任务 就是要尽快的 找到禁随军 以上海方面联络的电台的密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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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